莱康佛寺 第一 历史 莱康佛寺是一座在纳南王国并读清脉前就已存在的寺庙 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是由跟纳南王国同时期的孟族哈利班超王国 和帕南代他为女王两位双胞胎王子共同建成的 关于莱康佛寺在清脉还流传这样一个传说 以前的金山上住着一对夜叉 夫妇 夫妇在山上修炼多年 佛主戏之后便将一个头发留在山上 之后这里接连下许多天的暴雨导致山红爆发 山红将山顶上的黄金全部冲到夜叉夫妇居住的洞口前 这也是金山的名字由来 后来帕南插代为女王的两位双胞胎王子 在金山上修建了莱康佛寺 将佛佐头发设立供奉在金塔里 后来随着时间流逝 莱康佛寺在战乱与自然灾害中慢慢消失 在历史的洞流中 寺庙建于佛历1230年 直到佛历2509年 人们偶然在金山上发现了地下的佛像 这才重新修建了寺苗 并将佛像供奉在大殿里 如今在金山山顶上的金塔里 还供奉着佛祖的合法神力 金塔对面是一座由当地民众 合心合力捐款修建的高17米的大佛 大佛坐立在山顶上 威严而雄壮 远远就能看到 大佛坐立在山顶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